初恋是人生最美丽的时刻 但残酷的是 初恋往往不一定是真爱 据说爱情就像柏拉图 跟苏格拉底的经典故事 柏拉图有天问老师 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却只带引他到 一片麦田前 穿越人这片麦田 在途中摘下一颗 最大最好的麦水给我 但是 捡了就不能更换 过了就不能回头 这有什么难 嗯 还不错 但应该不是最好 有比较好 想必后面也会有更好的 故事的下半端 柏拉图也走到麦田的尾巴 他觉得此刻眼前的捣碎 都没有前面饱满 然而他已经无法回头了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爱情 它是一种理想 但很容易错过 一直以为未来选择会更好 到头来反而落得两手空空 但数学里有个定律 教你在这种错过就没有机会的状况里 让你最有可能找到输入你的真爱 他告诉你该分成两阶段 要先花个几年 累积恋爱经验 然后才能寻找真爱 累积恋爱经验时 不管对方有多好 都不能定下来 因为未来可能会有更好的 问题来了 累积经验期该多长呢 利用条件几率 极限与为分球集值 可以算出累积经验期的长度 大约是37% 你人生中恋爱对象的前37%为 都只能累积经验 不能定下来 而在37%后遇到的对象 如果有接近过去经验中最理想条件的 就要好好把握 因为在他之后 要出现比他更好的人 几率恐怕不会太高 1949年 数学家Fler证明过 神也无法保证你能找到理想情人 可知道数学策略 能让你最有可能找到理想情人